2020年1月 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晋农感染新冠肺炎后 通过在家自我隔离痊愈 他的自愈故事经媒体报道后 曾引起不少讨论 如今中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 中心社记者再次对他进行了专访 张晋农是该医院专家组副组长 九三学社社员 曾经历过2003年非典疫情 他分析 自己被感染可能与门诊楼通风不好 在发热门诊接触患者较多有关 他坦言 当时并没有想到新冠肺炎传染性如此之强 医院为了管理方便 就让我统一管理急诊科也管理发热门诊 这样我们就发现发热门诊病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因为传染性太强了 像我这所以有经验的人 我都没想到这么厉害 回忆起刚被感染时的情景 张晋农还有些后怕 没出现症状前 奋战在一线的他需要与许多同事领导有工作接触 他担心的是一个不慎就会传染他人 我到武汉市会议中心去我民导找我们去制定发热门诊的流程 我那天中午就坐车就是那天有点冷 淫雨我就冻了一下 然后呢那天很危险 我差点把大家都传染了 但是好的那天我冻了一下病毒还没有生气候 发现感染后 张晋农迅速采取了措施 由于症状较轻 自己也具备专业知识 他选择在家自我隔离 他自豪地告诉记者 通过严格的防护 自己并没有感染他人 张晋农说 居家隔离期间 他仍然在参与医院的病例讨论 指导会诊工作 思考如何科学防治 将自己的生病经历转化成为临床经验 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六版诊疗方案中 被纳入抗病毒治疗的药物阿比多尔 就是张晋农在病中曾尝试过的药物之一 我在家的时候我就想一个机制 好事他肯定没有效果 后来我就是阿比多尔 实际上就觉得嗓子舒服了一点 我感染这个要有效 康复后 张晋农的经验在网络上走红 对此他探言 这些经验原本是写给医生看的 没想到会引起网友关注 完全是写给我们发生门诊医生的 这个不知道什么 有一天传的网上到 我都不知道网上传的到就是 我是甚至 无心摘花 如今病狱的张晋农依然忙碌在一线抗疫战场 他说自己是有抗体的医生 不怕感染能报同事平安 这个时候特别缺医生 特别缺缺我这样的有经验的医生 而且特别缺我这种有抗体的医生 那我去抢救我同事 那我就不怕 我去追恰他 现在我有抗体了 你看我防护都很低了 我也不浪费防护服了 我就鼓励大家 你得了老张跟你治 你不会死 我们急诊科十几个人得 没有中的 没有打氧气的 大家说老张的快60岁 老张没死我们都不会死 张晋农将自己感染中的体会 与经验运用到了工作中 他把开阔的门诊大堂 用于输液降低气溶胶密度 让患者排队输液均间隔一米 在住院部设置缓冲区 防止院内交叉感染 他说希望人类能够铭记这次教训 建立有效的科学防治机制 让疫情不再上演